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居家办公级学习设备等需求强劲,对晶片有强劲需求的推动下,晶圆带工商台积电的产能自2020年上半年以来持续紧张,产能利用率长时间处在高位,营收不断创下新高,季度营收更是连续两个季度超过晶片、巨头、英特尔。 但在连续多年产能紧张,保持高速增长之后,台积电的产能利用率在2023年可能也会面临考验,已有相关报道称,他们2023年的产能利用率将下滑。 从报道来看,台积电整体的产能利用率在2023年上半年预计将降至80%,7奈米及6奈米制程工艺的产能利用率降幅将会最大,5奈米和4奈米制程工艺的产能利用率从2023年1月份开始预计也将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积电近几个季度的营收中,7奈米、6奈米、5奈米及4奈米制程工艺所占的比例超过了50%,是他们主要的营收来源。 这四大先进制程工艺的产能利用率下滑,就将波及他们的营收,也将影响到他们的利润。 由于台积电是当前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商,客户群体庞大,所占的市场份额也远高于其他厂商。 如果他们的产能利用率下滑,大概率也意味着其他厂商也不会乐观。 12月上旬,也曾有外媒在报道中称,在进入四季度之后,韩国多家晶圆代工商的产能利用率急剧下滑,预计在2023年上半年会下滑更多。 并据台湾电子时报消息,半导体设备业内人士指出,二线晶圆代工厂产能利用率,实际上自第三季度起就开始下滑,台积电则是从第四季度起,预计2023年上半年跌幅将明显扩大。 总体来说,预计台积电2023年上半年,有45奈米至300奈米的整体产能利用率,约降至75%左右,对营收和获利的冲击力道需要综合考虑汇率和6%的代工涨价影响。 目前市场预估台积电,2023年第一季度营收至少环比下降一成,甚至更悲观的看法认为,可能超过15%。 大厂普遍对手机与PC市场前景持保守态度,以缩减代工订单来收紧出货。 消息人士称,为了应对终端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和清理库存速度放缓,苹果、AMD、徽达、高通和联发科等主要客户以及中小客户正在持续削减台积电的订单。 联发科和高通此前都警告称,手机AP的需求将低于预期,AMD和徽达也对PC市场前景持保守态度。 总体看来,消息人士估计,台积电45奈米至3奈米工艺的整体产能利用率,在从第三季度的100%下降到第四季度的95%后,到2023年上半年将降至75%。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也曾表示,半导体供应链的库存调整将持续到2023年上半年,台积电先进和成熟工艺节点的产能利用率要到下半年才会反弹。 魏哲嘉曾指出,由于手机和PC的晶片需求大幅萎缩,7奈米6奈米工艺的产能利用率将低于其他节点。 业内预测,台积电7奈米工艺产能利用率可能从第三季度的95%在2023年第一季度降至50%以下。 台积电晶圆518厂的5奈米产能预计将在2023年上半年从满负荷下滑至70%至80%。 此外,消息人士称,由于英特尔订单延迟最少一年起跳, 其3奈米晶圆厂产能利用率将远低于预期,并补充说,据报道,由于减产,一些EUV曝光机处于闲置状态。 而根据台湾Digitimes Research报道,相关消息人士说,台积电的收入虽然在11月仍创下历史新高, 但估计将从12月开始下降,并在2023年第一季度下降的更明显。 尽管如此,消息人士强调,台积电仍有望在2023年保持其年度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势头。 得益于苹果设备出货量进入旺季,主要客户带来强劲捕获订单, 台积电3奈米和5奈米的产能利用率会上升。 尽管各路业内消息人士短期看空,但据台湾经济日报在12月中旬的报道, 台湾半导体评论家陆行之在投资论坛上指出, 半导体景气度今年逐迹往下,但目前最糟糕情况已过,2023年将会逐迹向上。 陆行之表示,台积电在海外投资设厂是长期分散风险的策略, 核心竞争力仍会留在台湾。 目前,英特尔制造成本高,代工技术落后,三星则面临产能量率落后等挑战, 全球半导体代工替代方案还未落成, 使得台积电在半导体供应链中仍站稳关键位置。 针对台积电加码投资美国厂一事,陆行之此前曾在脸书八文表示, 虽然台积电赴美投资成本高昂,但地缘因素考量扮演一个绝对的角色。 同时据台湾Digit Times Research在12月中旬报道,台湾官员称上未收到台积电亚利桑那州投资增加到400亿美元的申请。 不过,该官员表示,一旦收到台积电的申请,将通过相关程序启动,审查程序。 据消息人士透露,相关审查程序很可能是指台湾安全法, 该法禁止将台湾的关键技术泄露给台湾以外的地区或国家, 以确保台湾的安全、产业竞争力或经济发展。 然而,包括台湾经济部、台湾科学技术中心部在内的一些官员, 驳斥了市场猜测,基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将导致国家核心技术的泄露。 此外,根据台湾经济部投资委员会的官员的说法, 任何台湾公司都需要获得批准,才能进行超过5000万美元的海外投资。 这位官员强调,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经过了同样的法律合规程序。 在半导体行业仅气度方面, 陆行之表示,就运营收同比增减幅度来看, 目前最糟的四个行业包括驱动IC、面板、深化加、显示卡等已经有好转的迹象, 其他领域则仍在探底阶段。 另一方面,晶圆代工业绩虽然还未衰退, 但客户已经衰退,未来晶圆代工业也将面临影响。 陆行之认为,由于客户砍单会先砍小晶圆代工厂, 而后才会慢慢砍向最大的晶圆代工厂, 所以台积电的收到的影响相对之后。 反之亦然,当产业复苏时,台积电也会率先回稳, 所以台积电的下行周期会相较短。 从材料供应商的数据倒推, 陆行之指出,虽然台积电产能利用率还没掉, 但从Way4In的角度来看,则是已经下滑了。 另就历史来看,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产能用率为55%, 2008年次贷风暴33%, 这次则预估仅会修正至66%。 由此可见, 本轮晶圆代工周期下行要优于过去三大周期谷底。 库存方面, 半导体业者库存持续堆积, 其中, 中国由于手机市场低迷和受美国制裁影响, 而库存更高。 陆行之表示, 随着下游客户持续去库存, 估计未来两个季度将可完成。 2023年第二季就可能会开始买进, 半导体厂商的库存就可以随之下滑。 举例来看, 陆行之表示, 记忆体模组厂的轻库存行为, 使得制造厂库存持续堆积, 被迫开始下调资本支出, 而资本支出下调便是底部讯号之一。 预期2023年记忆体厂的资本支出会下调30%至50%, 晶圆带工业相对降幅不大, 仅下调10%至20%。 最后, 陆行之指出, 在目前下行周期期间, 受惠成本居高不下, 以及强应用支撑, 晶圆带工业价格仍未下跌, 台积电甚至还能提出涨价, 这是一则好消息。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